台北市府流行女科員 頭戴帽子口罩 全身包緊緊 一看見媒體鏡頭 頭馬上低到不行 後面平頭男子 是他的男友 兩人雙雙被送上警車 被檢警查出 涉嫌販賣大麻 台北市政府大門 每天人來人往 還有朱衛錦 在辦公時間隨時警戒 沒想到竟然有人在門口 公開販毒 而且嫌犯還是北市府員工 有將近一萬四千名員工的 台北市政府 雖然有很多府外單位 但每天光是公務員進出 加上岔工民眾 平均就有一萬三千多人 另外還有公共空間 朱衛錦會在上班時間 隨時保持警戒 但萬萬沒想到 竟然有人在市府 遭遺毒品 而且嫌犯還是市府員工 關於本案 是同仁私下的設法行為 我想基於整個一個司法 證調過程當中不公開 但是我們絕對配合司法的調查 台北地監署掌握情資發現 有人直接在網路上兜售 二級毒品大麻指揮北市大安分局 因為線索指向社會局 一名流姓女科員涉嫌重大 而且還大膽地約在市府交貨 專案小組六日一早 緊急搜索女科員的辦公室 和住家 也在他男朋友住處搜出毒品 相關資訊市長今天上午 已經窒息 市府一切配合 檢調偵查程序 也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 市府立場一向清楚一致 一定誤網誤縱 也會移送公務人員 懲戒委員會進行相關處置 專案小組搜索社會局 女科員辦公室位置的時候 不少同事都有看到 有市府員工透露 平時看起來很文靜 也很乖草的同事居然涉嫌販毒 檢警帶回女科員和她的男友 查清毒品來源 以及曾經交易的對象 華視新聞黃佩華 李宏傑 張環軒 台北報導